记者萧宇韩台北报导,曾为购物天后的丽金金次报在购物台时,曾被黑说自己开出年薪三千万的条件,因此让老东家东森购物却不没有再续约,更让创办人王玲玲认为开太高,事隔十三年,丽金才知道此事,但他喊冤,从来没开过三千万。 丽金金录制《麻辣天后传》时聊起在购物台青年的勾心斗角,他说当时有位新人一直巴结他,他不仅鼓励新人,还向长官赞赏他很努力,不料新人却在背后告状丽金骂哭他,更不让他在节目上讲话,让丽金直呼,真的很黑,他们为了把我斗掉,用尽各种手段,他透露那个人如今还在购物台。 当时他年薪达千万,同时也帮公司赚了一千万,笑说自己是很划算的生意,不过却没等到公司来谈续约,直到最近,老东家高层才告诉他,王玲玲一直觉得他很认真,只是你当时开年薪三千万真的太高了,摸不着头绪的他无奈地说,这是一团迷雾啊,历经自觉幸运可以蝉联冠军,伊玲提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